我们也把掌声送给陈一涵 太好听了这两首歌曲 谢谢陈一涵 我想问一下子宁 我知道私下你跟一涵关系很好 对 因为我们都写歌 然后她会分享她的一些创作的灵感 然后一些思路 然后我也会分享我的 就大家互相分享故事之后 就很容易写出来新的东西 然后她是用钢琴 我是用吉他 有机会两位可以合作一下 当然 当然 可以吗 粉丝们一定很想看到 这样的一个强强联手 对于今天一涵的表现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一涵就是稳 对 然后她的舞台一直都很美 很漂亮 然后声音跟她整个状态 然后形象都特别特别大 然后其实我印象中的一涵 还是一个挺有反差魅力的人 就是她在台上就是仙女 精灵仙子一般 对 就特别的就是那种 遥不可及的那种那种感觉 但是她其实私下 其实性格特别就是 有一点男孩子的那种感觉 对 我这抱一个料啊 反正她现在不在 好 可以 她听得见 哦 是吗 对 就上一次 就在我家就聊嘛 然后后来就 突然发现天气很好 但是已经是凌晨了 我们俩就说 要不下楼走一下吧 我们就敷着面膜下楼 然后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 面膜都结冰了 面膜都结冰了 对 就一直在聊聊聊 但是也不知道面膜结冰了 后来就真的 哇 结冰了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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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那一走 对 就是私下特别好玩 聊得太头都忘记了 是的 是的 忘记了时间 没关系 下一次的话 我们可以用 柏莱雅的面膜挤救一下 或者再用我们的护肤金花油 挤救一下 好吗 来 我看到了 一涵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一涵 欢迎一涵 都听到了 子宁在说我什么坏话吗 没有 夸你呢 夸你呢 精灵仙子下凡了 没有 其实我刚刚有听一点 因为其实子宁 她也跟我一样是会写歌嘛 然后我自己也会很关注她的舞台 她也是就是很美 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 把自己的那个感情都写到歌里 然后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是会比较感性吧 对 特别感性 对 我会特别喜欢那种 就比如说大半夜了 敷个面膜 没事 下去溜带一圈 就是好像是属于一个比较随意的状态 好像就是可以随时叫你凌晨三点 去看海的朋友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是 彼此互相成长 对 她还教过我吉他和谐 你可以互相监督 对不对 是的 而且一涵学东西很快 对 因为她其实之前 她吉他不长那个嘛 她是钢琴 对 对 对 然后那天刚好在家 我说 你其实你用吉他写歌也会有另一种感觉嘛 然后我就可能教她几个和弦 一下就会了 主要是张老师教得好 哎呦 哎呦 耶哈老师 太美了 教得好 好 我要打断一下 不能商业互捧吗 是啊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两位的实力的话 今天在我们的整场直播当中 都能够体现出来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如果稍后想要看到子宁的精彩表演的话 就千万不要走开 好吗 奕涵 其实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两首歌曲 第一首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是一种对于暗恋的男生或者对爱情的告白 对 对 对 我特别其实想让你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二首歌 因为第二首歌是你的原创 对 第二首歌 因为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 说这是一个肯定句 后来我想想确实是的 因为我当时写如果你要请我一定赴约的时候 我想有一个画面是互相奔赴 然后人山人海之间烟花盛放时 我只看得到你 好浪漫 太浪漫了是吗 是 是 对 所以我想写一首关于我的那个独家记忆的歌曲 嗯 这首歌会成为就是我我自己的奔赴 也是我跟我的粉丝双向奔赴的一首歌曲 哎呦 真浪漫 要哭了 今天今天是情人节 其实我们告白的话不光是恋人 家人或者是粉丝跟你亲密关系的朋友都可以 对 就是其实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力量 然后对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作为唱作人 其实对于跟歌手相比较的话 自己在音乐的延展空间会更广泛一些 嗯 你会不会觉得 创作这个事情对于歌手来讲是一个压力呢 呃 或者挑战 其实它是需要把人 怎么说 内心的东西给剖解出来 如果有的时候你是需要光鲜亮丽的 但是你需要让人看到你 没那么光鲜亮丽 或者是说很脆弱的一面 敢于把你的内心部分展示出来 给大家听 然后有同样受过伤的人就会感受到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疗愈连接 嗯 这些灵感都来源于哪里 就来源于受过的伤 吃过的苦 感受到的幸福 人间 人间极苦 人间极乐 同时还有 对 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面 短视频下面 可能也会有你的粉丝去讲述他的故事 给你一些灵感 对 其实我还挺喜欢我抖音的粉丝的 就是他们也都很包容我 对 哪怕我首实舞没有跳得那么好 对 但还是关注了我很久 嗯 除了唱作人的歌手身份之外的话呢 其实一函去年呢 在大热的电视剧《星汉灿烂》当中饰演的 何昭君也非常的出圈 谢谢 我们称之为是一位匠门狐女 但今天看到精灵般的你 我完全想象不到 有点反差 何昭君的形象 印象 对 他其实 就是那你觉得哪个是真的我的 当然是今天精灵般的这样的一个仙女的感觉 其实我是有点双面的 对 因为我是天秤座嘛 然后对于角色来说 何昭君她是一个将门狐女 因为她有五个哥哥嘛 五个兄长 那我自己本身是有一个哥哥的 所以其实是有那么一些共同点在 对 但没有那么的夸张啦 明白明白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角色当中的你跟做歌手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反差 对 对 我觉得歌手它是一个需要你一个人去抵挡住千军万马 对 但是在演戏的生活中你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 是 对 你要做好 就是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工作感受 有没有想过给自己出演的影视剧去写歌呢 就是我之前 这可能算命题作文了 我其实还蛮想挑战的 因为之前我主演的一些电视剧他们会拿我现成的歌 然后未来的话我想去挑战一下主持人说的命题 命题歌曲 对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涵的一些不错的角色 同时呢在故事发生的某一个片段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涵的歌声 那真的是太棒了 自带BGM的女人 对啊 那太棒了 今年2023年 一涵有没有一些在音乐上面的新的计划 比方说Live House呀 或者是去一些音乐节演出 好 其实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董音的黑马计划 给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专辑 让我们在开春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的一个概念 所以就是为了想延续这份很用心的一个作品 我想今年可以去开发一下我的专辑 然后去开一些巡演Live House 然后名字已经定好了 他的名字就是如果你要请我一定赴约 我们一定赴约 好热呀 好 谢谢陈一涵 谢谢